俄国总统大选是5号开始投票 由于幅员广大横跨了11个时区 所以投票时间一共是有3天 就连被俄国占领的乌克兰沿线区 也要进行大选投票 有选务人员扛着票轨亲自登门 还有民众是在枪口下被迫行驶投票权 那么由于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日前 一遭到了当局杀害死亡 有不少民众试图要宣泄不满 各地纷纷传出零星的破坏事件 还有投票所甚至遭人扔汽油弹 莫斯科这个投票所的一个投票箱 突然冒出熊熊大火 有人赶紧拿水灭火 警方当场将一名疑似纵火犯逮捕 圣彼得堡有女子朝投票所投植汽油弹 引发现场一阵骚动 女子随后被警方以现行犯加以逮捕 为期三天的俄国总统大选投票 15号登场 第一天就状况不断 有女子将整罐颜料倒入投票箱 而且类似行为还不止一起 选务人员带着票轨 一旁还有鹤枪实弹的军人随行 被俄国占领的乌克兰沦陷区 民众没有选择 被逼得在枪口下投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痛批这种做法太阿巴 俄国总统普廷在办公室线上投票 并朝摄影机挥手 神情显得轻松愉快 71岁的普廷笃定再当六年总统 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反对党候选人获准参选 投票前一天 乌克兰以飞弹攻击俄国南部的贝尔哥罗德市 隔天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 遭到俄国导弹袭击 至少有20人死亡 70多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将加快速度生产无人机 对付俄国 刘勇伟编译